字幕 李宗盛 快乐如此 我们大自满满物质 加密胡适 带你令女必权当小时日 加密胡适 带你每月获利无数次 加密胡适 带你长远牛死 玩犯凶死不论和死 我们主子一起刷着美好故事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 好目前呢 从冰差收的月线看起来 假设我不考虑到 那个要门头勾他们要砸盘 或是美国政府要砸盘的问题 从冰差的月线来看 我觉得他收的到不差 光从月线来看的话 我觉得收的不差 但是我觉得回撤 看一下 回撤63,000左右 应该至少是要发生的 这是我从月线来看的 但实际上要怎样 应该还是要等明天早上 八点的时候 本月份 币安的收完才能更确认一点 然后目前我的计划呢 还是看 有没有办法等到这一边 假设如果真的能 四小时级别 假设四小时级别 真的能再回撤一次蓝线 我们把这边先当颈线 黑线好 如果可以回撤蓝线 并且上不去的话 然后往下掉头 那基本上就可以确认 六万三下方 看到时候是打到之后呢 收回踩一下 喷上去 还是往下打之后呢 就一路会直达五万到六万之间 这不确定 然后我们以这边的这个倒斐坡的回撤来看 倒斐坡的反弹来看的话 它连0.618都没有打到 所以我认为这边盘一盘晚一点 应该是可能会再上去 不太可能连0.618都没打到就停下来 那我也觉得只打0.618就下来 好像也不太可能 所以往上调一点 这里到这里吧 我会等等看这个地方 过不去再说 如果过不去的话 这样下来就几度漂亮 这边直接下来的机会 我觉得比较渺茫 然后我还是相信这个形态 就以往来讲 下破机会是比较高的 所以不论怎么样 这个月我从比特月线来看 要回到六万三的下方 我觉得机会是不小 或是刚好打到六万三 打到六万三天多这一条 也是很有可能 好了这个是比特 那剩余的就等明天早上 看收线怎么样再说吧 然后再来以太 以太光丛 我今天晚上发的三条趋势线的战争 我就觉得还有得搞 来哪三条呢 第一条是这里 来这里的话 是就是他到不了 这里 我看微调一下 这样就有这样就有 可以微调一下 来这一点跟这一点连在一起的 来为什么昨天到这个地方被挡住 因为就是最大级别的趋势线 所以这一条 就是前天被挡住 好然后再来 第二条趋势线呢 就是昨天晚上 往下打到 三二三二的时候 为什么会反弹 这里 第二条趋势线 这一区 如果他就是最近都一直不断的在黑与蓝之间做盘整 那我觉得倒不会很糟糕 倒不会很糟糕 那什么样子才真正要慌张 就是这个 OK 如果这个被跌破的话 我们这个月就要祈祷的是 假设很希望他上去多军 或是现货持有者 要祈祷的是这个不要跌破 这个跌破就糟糕了 这个跌破绝对往我两千七下方跑 然后我现在呢就以 冰差的月线收线来看的话 冰差的月线收线 这个月是收一个 收一个那个头锤 所以以月线来看他反而是乐观的 但我认为他会回踩冰差月线的 EMA7的机会很高 而他EMA7的位置是落在 3180到3200 OK EMA7落在3180到3200 如果他只踩EMA7就反弹 那真的是对大家太好了 这个人也太好了吧 好那我们来看到3180到3200 这个地方来准备一下 看是不是 什么合理的区域 好大致化一下 看来踩这个区间 是否合理 好一看就知道合理 那你的点是什么 大家应该有看出来了吧 就是如果真的要上去的话 我认为阻力应该没有那么好心 会让这一段的人活下来 所以黄区间再踩一次 我觉得理所当然 也就是冰差月线级别的EMA7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会踩到的 好那这地方我们以大级别的正斐坡来看 好大级别正斐坡来看的话呢 3180到3200这边是0.35 0.35在3197 好那根据过往经验 每次跌升之后的反弹 他这边不会 他既然已经确定不是V转 那他要下来的话 这边要做一个 这边要做个底 起码都要来0.35 好这里过去的经验 每一个都把这个样子 你看这边 跌升反弹下来 最少最少都一定会到0.35 这一看就知道到0.142了 好然后再来 那每次的跌升反弹 没有一次不来这边的 来这里 跌升反弹 下来 至少都会打0.35 打到0.35先反弹一次 最后又下来0.142 没有没有 只要不是V转 这个事情不会有例外 好然后再来 这边 跌升反弹 有没有反弹 跌升反弹下来 然后各位来看一下 是不是0.35 没错吧 0.35弹上来 又再下来一次 每次都把这样子 没有一次例外 好在这一区 跌升反弹 第一波反弹在这 然后绕下来0.35 反弹 结果又下来 来这边 这边反弹的够高了 跌升反弹 好这个就很好心 只打0.35就上去了 OK 只打0.35就上去了 可是最后还是掉下来了 再去车0.35一次 然后这个来下 下面车这个动作 就是要把这边打掉 好那再来这里 第三反弹 好不认识 工商时间到了 加密胡适套餐如下 第一种终身或年费直播选 第二种白笔直播带单 第三种家教班 第四种初阶班 第五种中阶班 第六种现货班 第七种网格班 任君挑选任君选择 加入加密胡适 带你走过币圈大小时 关注市城带你走过交易日月星辰 帮他收的话呢 我觉得也要等 要是要空他的话 来看看八月份 有没有机会 这边回抽一次蓝线 好一旦他回抽蓝线之后呢 过不了 过不了 然后产生往下这个动作 大家可以试着去空他看看 所以就在188那边的 188到189等他 那188到189 附近是不是什么重要的 匪迫点位 我们来看一下 答案不是 重要的反而是在1.382 186到187 所以这边给他一个区间吧 好看有没有机会 回抽蓝区间 回抽之后如果确定过不了的话 他就会往下 那往下的话 那就要 那也很清楚知道 他会往哪跑 他一定会来再测一次趋势线 OK 再测一次趋势线之后呢 再往上也不迟 那这边再测一次 这个趋势线的话 往这边方向掉 就等于跟这边做对称 所以也不是不可能 OK往下掉 把这边打掉 然后去跟左边这一区做对称 打到之后再上去 也是OK的 好这些都是还能看涨的状态 那不能看涨的状态就是 如果他把蓝色跌破 并且刚刚以太吴说的 他把那一个 最下面那个趋势线跌破 那就完蛋了 那也不错 直接把它砸到底好了 就是收不了 他名单一直砸盘 有点心烦 OK 好今天我们就到这 好 各位拜 应该没有人有问题吧 OK 没人有问题 OK 今天就到这边吧 各位拜 我怎么觉得 刚开始啊 MING PA MENTALITY I won't shut it down I will never forget what you've been teaching me I will never forget how you've been charming me We'll always remember your legacy That is the mom-ma mentality GFB